朋友们好,张雨无趣 今天来聊一个有趣的话题 就是关于武侠和武功 我们围绕这个射雕英雄传来说 我特意找了这个林子,非常的静谧 除了飞机能从上面飞过 没有武功的人是进不了这个园子的 首先我提一个问题 您看了射雕之后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九指神盖洪七公 他的武功叫降龙十八掌 而不叫降龙十八拳 为什么金庸特别热衷于描写掌法 而没有写拳法呢 首先,我是这样想的 拳这个东西攥起来就是一团肉 虽然很骨感,打上去很有力量 也真实有效 但是它没有掌来的花梢 这个掌十根手指伸出来 长短不一,有一种参差之美 同时,这个掌上会有更多的变化 掌嘛 但如果钻成拳,那写武功施展不开 金庸也是为了自己方便 所以他才写一些掌法 那我们知道掌 在生活中有一种叫掌锅 经常会看到,就是删耳光子 网上还有一个小动画 就是一个家长在删孩子耳光 蒙的山,蒙的山,蒙的山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新闻当中 也有因为掌锅引起的重大的新闻事件 我们不聊 只说这个掌锅,它是不是一种武功呢? 不是,金庸从来不写这个掌锅 因为掌锅呀,更多的 它是表达的是一种情绪 没有技术性的 一愤怒掌锅 但是呢,掌弓就不一样了 掌弓是用来杀人的 那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 为什么他要搞这个掌 就是因为这个掌法里面 它是有讲究的 那为什么是洪七公是降龙十八掌 而这个一登大师就不用掌弓 而是用指法一扬指呢? 那我们要知道 一登大师啊,他是一个高僧 你想一个高僧的人打打杀杀 念各种花样啊 就觉得跟他的身份是不相称的 所以金庸啊,他是很懂的 他就给这个洪七公 不,他就给这个一登大师啊 安排了这个独门的武功 叫一阳指,就是手指 那国家有点化这一说 他那个手指啊,就有点化之功 带有放电的感觉 就把敌人击倒在地 而且他作为一个高僧啊 又不识身份那种感觉很厉害 如果他又上去什么上蹿下跳 那样左腾右斩 这个闪斩腾挪 穿来跳去啊,与身份不符 所以他是用指功 那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个 一登大师有的时候会受伤 那为什么受伤呢? 佛家讲的度人啊 舍己为人 地狱为空,施不称佛 所以呢,这个一登大师啊 他有的时候我们发现 他经常被人给伤了啊 伤他的都是坏人 那再来看,这个吸毒欧阳风 欧阳风的功夫叫什么? 蛤蟆功 我们可以想象 他的蛤蟆功还不是青蛙 是癞蛤蟆 有一个他趴在那地方 咕咕咕咕咕咕咕 一下扑上来 可以指对方于死地 蛤蟆功啊,很毒 那为什么吸毒摊上了蛤蟆功? 因为蛤蟆功真的不好看 就像一个癞蛤蟆一样 趴在地上 那这种武功呢 出场也比较多 但是他不会把一些主要人物啊 都来修炼蛤蟆功 如果都修炼了蛤蟆功啊 这个武侠小说一写呀 一大片蛤蟆出来了 这个很难看的 所以也就让这个吸毒 这个反面角色 他有这个蛤蟆功 你看他是很用心的 那红旗功呢 基本上是代表一个正面的形象 所以他叫降龙十八掌 关键是最代表的正义形象的 他的一个什么功夫呢 就是丐帮的信物 打狗棒 这个打狗棒质地非常好啊 因为他是一个宝物 其次呢 打狗棒有很多的这个棒法 那你想他那个 红旗功 他打狗棒是真的用来打狗的吗 不是 他是用来打人的 那为什么起名叫打狗棒法 叫打狗棒呢 这是一种骂人的说法 因为他代表好人 那些坏人呢 狗一样 要像打狗一样打那些坏人 所以叫打狗棒法 那我研究过打狗棒法呀 我曾经在墨干山下拿着一个树枝 演练了一下这个打狗棒法 其实狗啊 它跟我们人不一样 它没有武学修为 没有九阴真经 狗只有狗的简单的套路 所以我觉得打狗棒要成为一种法 纯粹是为了写小说 对于狗来说呢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当头一棒 要么就是用棍子来扎它 就是刺戳来戳它 这样速度才快 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 也用不上 对狗用不上 所以说这个打狗棒法体现的是 红七公代表的是一种正义的化身 正面形象 虽然它也有很多毛病 比如说贪吃啊等等等等 那也不算毛病 因为每个人都贪吃 所以从这个武功来讲呢 我们可以看到 武功它是由审美追求的 尤其是金庸来写这些武功的时候 他特别注意到这些武功 他给人的感觉美不美 那红七公降龙十八掌 你就那种独闯江湖的感觉 还要提一个黄耀师 黄耀师啊你看 他是一个武学泰斗 这个文武兼修 有摘叶废话 那种打人 还有这个黄耀师啊 他有碧海潮声曲 就是用那个销 一吹这个曲子 就能把人撂倒了 那这种曲子实际上是什么呢 我们看那个香港拍的片子挺会拍 他把那个黄耀师吹的那个曲子 吹成了一种噪音的感觉 很刺耳的 然后人就头痛 我平时吹箫的时候啊 飞机来了 我嗓们的大一点 我平时吹箫的时候 如果我吹得很难听 吹出了噪音很难听 我就说我正在吹黄耀师的这个碧海潮声曲 那黄耀师啊 他给人觉得是一种儒俠的感觉啊 很有学问 他有学养 所以他的功夫呢 你看起来也非常好看 吹一吹啊 用手指上啊 弹一弹啊 弹指神功 基本上 要维护一个人的形象 儒雅呀 修养好啊 基本上就手指头的功夫 好 一灯大师 这个这个一阳指 黄耀师 弹指神功 显示他们了不得啊 他们的功夫啊 匪夷所思 那既然这个 红七公是个老教花子 他动作就可以多啊 毕竟老教花子形象也就那样 所以他有伤 相龙十八掌啊 打来打去 打来打去那些东西 那这个 所以啊 这个武功 金庸在设计的时候 他是按这个 人的身份来设计的 同时让这些武功 还有正邪之分 同时呢 又感觉到 哎 这些武功啊 还有审美的趣味 您可能也读一下 您有没有读到 和我一样的体会呢 好的 就聊到这